你要前一點,不是他收不到音 3 3 3 2 1 好,大家好 喂,大家好 好相感啊 今天6月9日一周年 不過今天有一宗正能量事 麻煩大衛sir說說 有關於血人的士司機鄭先生 鄭國泉先生 今天呢 我由5月20號 那天跟他直播完之後 前幾天做了一個直播 那今天終於跟他見面 其實是一個好朋友的親人 那其實呢 好相感的 因為今天其實 我們幾個就一起見面 戰狼 戰狼就帶鄭先生血人 就去何君堯律師那裡 什麼事啊大衛sir 那其實呢 因為許智峰呢 就說要告他 說他危險駕駛 裁判處就說 表面正攻成立 就是可能會告他 那他於是求助 求助的時候 當然要找何律師幫忙 那今天呢 一中我們就很開心 就何律師呢 就接見了我們 一起去談整個情況 那原來 拼骨就被人打斷了四條 對不對 又有糖尿病 又有血壓高 又吃薄血的 跟著的時候呢 整個身體狀況是非常之差的 那因為呢 鄭先生呢 就破了產的 那變成的時候呢 生活呢 就非常之困難 大衛sir 等一下 先問你 他為什麼要破產呢 是不是因為坐的士 不是 因為之前已經破產了 去年破產的 那所以的時候呢 我們就決定一定要放他 所以我們整天是戰狼團隊 是吧 是吧 今天呢 就出去 去找何律師 那何律師呢 就很仗義幫了手 任何東西呢 我們都會去 支撐何律師 何律師今天就很忙 是 一些時間 就擠了出來 鑑先生就給了 血人 的士師 不要說血人 是吧 何律師 你可以說一下他的案子 現在是什麼情況 他很擔憂啊 是啊 是啊 好多謝呢 我們這些戰狼中隊 各位呢 都是好 好有心 是吧 今天帶了鄭先生 我就跟他說 早前都在大衛sir 的節目裡面 跟他分享了 總要定 不用怕 嗯 因為為什麼呢 香港要提出檢控呢 操莊的人是誰 劣政司 沒錯 是吧 私人檢控是 是其中一條渠道 他就先要 門檻高很多 他走去 各各各 敲門就找這個 裁判師 看看那些 證供齊不齊 然後才出那張告票 就算出了 就算出了 劣政司一接手就說 不去片 就已經可以接了 但是他很害怕 鄭先生很害怕 的士司機 好 心理上很大的威脅 他現在 茶餘飯後都沒有胃口 茶飯不思 他不是害怕 又失眠 他是覺得 他是覺得 嘩 為什麼會不會又再理會 被人打破 是 許智峰那件事 他就不害怕 他說 我現在反正都要站出來 是不是 不用害怕 我告訴你真的不用害怕 是 因為要告到的時候 大把渠道可以處理 第一 就是律政司要接手 去不去片 剛才說了 第二 檢控那傢伙自己都嗚嗚嗚嗚嗚嗚 陪工 隨時他自己 自己 是吧 他自己就是後欄著火 第三 如果真的來到的時候 有當席律師計劃可以幫忙 有公益律師可以幫忙 有何君堯可以幫忙 耶 好厲害 有戰狼二百三百 湊好幾百元 華記又幫忙 剛剛出了一條片 嘩 我覺得這樣 現在問一些政治事情 是 臨近選舉 許智峰上去年搶手機 已經摩托羅拉沒得玩 泛民已經飛起他這個 毒瘤這個 瘀血的了 但是他現在又搞些花筍東西出來 他好像 又想 捲起一些這樣的輿論 是嗎 何律師 我先問一下 我們有什麼可以做到 來幫那位鄭先生 順手也可以問問 先說鄭先生的問題 是不需要的 因為 舉證就在於控方 作為被告的 我們坐在那裡淡定有淺證 什麼都不用做 不用的 以日代勞就搞定了 至於許智峰的問題 他搞這麼多事情 跟他在立法會裡面搞的一模一樣 當然是屎屎屎屎屎屎 總之是聞者傷心聽者流淚 見到鑊打鑊 是不是 你搞完這些事情 完全沒有建設性 我想香港 就算 他經常說 你怎麼對得住香港人 所謂他口中的香港人 那些香港人都不支持他 所以他是不是在拆存在感 那黑超哥 許智峰是不是拆存在感 其實呢 由去年 他走去理工大學 被人摸到一面屁 大家都知道 他是喜歡抽水 你變成那個廚師嗎 被那個廚房佬 摸到他面屁 說媽他呢 你擺到不來抽水 你又不戴珠色 又不戴眼罩 你被人認得你是你 你就是來抽水 你就是不是我們手足同一條線的 就是這樣被人摸過鑊 他都還未知死 他喜歡抽水 簡單來說就是 拆存在感 華哥所說 給他一些火水抽 哈哈哈哈 就是我們香港人很關心 我們這個的士司機這麼慘 明明是受害者 現在變成被告 那何律師站立定點來 我們香港人都定點來的 一定定 一定定 沒問題的 我認為這樣 就是大家呢 在真理愈別愈明 大家見慣了 現在已經什麼 那些光狼 光狼財進 大家都已經看得很清楚 不知道就被他嚇死 知道就笑死 今時今日 我們香港人的智慧 不是好像六尺四一樣 哈哈 不止六十四 不止六十四 以前就說 不知道就被你嚇一嚇 但是今時今日 麻煩你真是 給一些有實質上的事情 又說回頭 國安法 還未出台 就已經嚇到那些蟑螂 嚇到那些社群主義都走了 那個 剛剛上次 三個禮拜前 那個什麼黃隱書院關注組 搞搞鎮的那些 自動接敗 是 接著昨天呢 我看大衛sir 就報蕭若元 是啊 剛剛開番 又開番 有什麼事啊 好像是單條片 沒有理會 沒有理會 不是啊 我今天看過全部都齊了 哦 不過這樣 我們呢 就在這裡 祝鄭先生呢 身體健康 早有康復 因為他有些創傷後遺症 即是他還周身痛 沒錯 今天見到何律師 見到他的傷痕累累 心理陰影 他真是傷痕累累 所以我們祝鄭先生 早有康復 早有康復 有何律師幫你 鎮定點來 發生 何君堯 戰狼中隊 沒錯 謝謝 謝謝